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如何更像恩主的门徒 此刻耶和华在祂的圣殿中 全地当在祂面前保持舒静 祂面前保持舒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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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祈祭祖前 敬拜你这自由永活的神 我们要称谢你 我们要称颂你 要传扬你的大能和你国度的荣耀 我们感谢主 你赐予新加坡政府 果决的防疫措施 新建本地疫情已经得到相当的控制 教会实体崇拜也逐渐开始了 晚堂劳工弟兄也逐渐回复忙碌的工作 感谢主 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怜悯 让本地政府及人民 持续保持高度警觉性 以防疫情转和恶化 我们更祈求上帝 感动各国政府及百姓 谦卑煮钱 采取同心合一有效的防疫措施 好 早日终结新冠病毒 全球性的肆虐 使国际旅行 早日自由畅通 全球经济得以逐渐复苏 以拯救无数因为疫情而受害的无辜商家 及人民 我们特别求主看顾 教会中受到影响的肢体 慈悲的父神 当我们环顾周遭 能有许多灵魂沉睡罪中 包括我们当中有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戚 朋友 同事 我们实在不忍 罪人继续沉溺 伦上 恳求天父 施恩怜悯 圣明感动 装备我们 成为耶稣的忠实门徒 拆遣我们传讲基督救恩 好叫将要世上的灵魂 能在主里重生得救 现在 我们祈求圣明恩高杨牧师的信息 感动所有的听道者 使我们深知 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是一条不断学习的旅程 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 温和千楼 尊主为大 尊主旨意 更像我恩主 背负实价 竭尽心力 引人归主 容神义人 愿一切荣耀 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朗诵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愿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日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信圣灵 审判活人 我信圣灵 审判活人 祈祈求主是恩 今兵楼梯南州大洞 主妃乡里几岭江 请弟兄们跟切祈求 是必共事生明良 巨木观古咒造罪冷 横南沉水最边缘 世王来临地狱遭受 义其恩心不久远 看父母亲再看儿女 趁你最终将论伤 请弟兄们跟切祈求 生必奉事生明良 请姐妹们前来相助 不惜此皆成帮他 请帮主站立会追着 必在最终苦挣扎 向帝传将基督求 寻帝得照顾其狂 请姐妹们跟切祈求 圣地服侍舍明良 但愿彼此相爱相亲 更愿舍乃至尊神 愿爱对人未必带大 直到妄无礼 直到万物梦当心目 直到万物梦当心目 直到万物梦当往日未天假 不相信在天上 基督避难清灵照大 伴世荡慰生命了 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 《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 耶稣被接上生日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你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 就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主内无牧师 各位长子 各位长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 路加福音第九章 五十一到六十二节的信息 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 耶路撒冷之旅 和作门徒之旅 耶路撒冷之旅 和作门徒之旅 路加福音在这里来描写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到了 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 这是九章五十一节 表示说 路加福音要借着主耶稣的这一趟的耶路撒冷 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趟的耶路撒冷的旅途 这是一趟不归路 他一进去之后 就会被钉十字架了 那么为什么路加在这里 要这样的来描写这段经文呢 原来路加有一个用意 那就是他要用主耶稣的耶路撒冷之旅 和作门徒之旅 来做一个平行的比照 意思是说 通过耶路撒冷之旅发生的事情 这段的经文 耶稣的耶路撒冷之旅 他会和三个人来对话 这三个人都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 和耶稣展开对话 而在这个事件 这个对话的里头 路加要带出 这个耶路撒冷之旅的三个对话 其实也就是做门徒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到底耶稣要怎样的门徒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应该做怎样的门徒 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重点 就是耶稣要呼召怎样的门徒 然后这段经文也会告诉我们 到最后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做门徒 是一直要学像耶稣 要学像耶稣一样 凡是要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人 都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好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三个很重要的对话 我们来看这三个对话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对话 那记载在九章五十七和五十八节 九章五十七和五十八节 这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好 现在出现了一个人 他要来跟从耶稣 九章五十七五十八节 那么这个人怎么对耶稣说 他说 耶稣啊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来跟从你 哇 弟兄姐妹 这句话 好不好 非常好 我想如果我们当牧者的 当主学老师 还是当小组组长 如果我们的主缘等等过我们说 哇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你一起侍奉 你一定说 不错不错 很好 赶快来跟我一起 所以耶稣 在五十八节 应该怎么回答 What is the expected answer? 大概耶稣会说 你太好了 非常好 马上来跟从我 你很优秀 我要栽培你 是这样子吗? This is the expected answer 好像期望的答案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吗? 照常理来讲 应该是这样 应该耶稣很高兴 可是耶稣在五十八节 怎么说? 他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个回答 有一点不懂什么意思 或者说 很扫兴 人家满腔热血 人家非常兴奋地 要跟随你 要认你做师父 你应该很高兴 你应该说 很好 我收你 可是耶稣讲的这句话 好像有一点的扫兴 泼冷水 他说什么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好像牛头不对马嘴 我问你东 你打我西 到底为什么耶稣 要这样回答 耶稣这样回答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或者说 人子没有落脚的地方 为什么他这样说 你要了解 九章五十八节 特别是后面这句话 人子没有落脚的地方 你就一定要回到 前面九章 前面第九章的五十二节 和五十四节 你才会明白 九章五十二五十四节 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经文记载说 耶稣跟门徒要进入 撒玛利亚人一个村庄 然后五十三节 这里说 撒玛利亚村庄的人 不要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 不要接待他 叫他们离开 所以他的门徒五十四节 门徒雅各约翰 看见了 他们就很生气 就说 主啊 好不好你从天上降下大火 把这群人烧死算了 你是撒玛利亚人 你是谁是撒玛利亚人 如果大家知道一些背景 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心里面永远的痛 为什么呢 因为撒玛利亚人一半是犹太人血统 一半是外族人血统 所以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群很难面对的人 他们很不想去撒玛利亚人的地方的 可是经文这里说 耶稣把他们带进撒玛利亚 要在他们当中传福音 结果呢 这些人根本都不要接待 耶稣和他的门徒 那些门徒很生气 不是好歹 对你好 你不领情 算了 耶稣 你叫火降下来烧死他们 所以就是这个事件 所以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 就是讲这个的经历 就是说 我们虽然有时候要侍奉 要跟随耶稣 但是我们的结果 不一定会是好的 不要以为我们跟从耶稣 侍奉耶稣 人就一定欢迎我们 人就一定能够跟我们和平相处 比如说今天你侍奉 你做主学老师 你预备很多 你教教教 那你发现 下面的人不要听课 下面的人不要来 下面的人很多批评 你很生气 你很努力侍奉 后面的人闲言闲语 你带领唱诗 有人就批评你说 你唱得不准啊 唱得不好听啊 什么什么 只有你很生气 你就会说 你厉害你来了 你厉害你来 所以就变成 所以耶稣要跟这个跟随者讲什么 他要说 如果你要跟随我 你要做门徒 你要学习处理 预备 被人拒绝 被人藐视 被人不欢迎 有时候我们教会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满腔热情侍奉 结果你发现 人与人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 常常出现很多矛盾 为什么 原来大家有时候 没有彼此欣赏 没有彼此欣赏就算了 后面一大堆闲言闲语 一大堆批评 一大堆拒绝 很生气 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侍奉的时候 我有一个组长 他来敲我的门 他说 牧师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不要做组长了 我说 为什么 我做好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掌声 我做稍微一点点错 每个月给我八掌声就有了 掌声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 我很生气 我不要做了 我要辞职 然后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还记得 牧师 你去告诉那些小组组员 我没有欠他们 我没有欠他们 我不要侍奉了 他们厉害 他们自己出来做组长 你看这是多么 实际的一件事情 对吗 弟兄姐妹 会不会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 你也曾经遇过这样的经验 你很痛苦 你很难受 你真的跟主说 哎呀 我看算了啦 不要侍奉了啦 不要侍奉了啦 你看经文这个人 他其实是充满热情要侍奉的 很热情 他说你往哪里去 我都跟你 你看多么热情 我看以前可能我们 信主十二十年前 也是这样想的 哇我要信奉耶稣啊 我要侍奉团契啊 我要侍奉小组 二十年之后 你就说算了啦 这群人不值得啦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啦 因为你很多受伤 弟兄姐妹 这个第一个事件 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做门徒 我们要侍奉 我们一定要成熟的 学习处理 在侍奉的时候 被人家拒绝 被人家藐视 甚至有时候 会遭到不友善的 一种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成熟的处理 唯有这样 虽然遭到敌意 或是遭到拒绝藐视 我们还真正的跟随 其实耶稣说 这才是真正的跟随 大概第一个 要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大概会觉得 可能他并没有真正准备好 所以耶稣提醒他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做主门徒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不是只有 在掌声的里面 人家都欢迎我们的时候 人家都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来侍奉 但是当人家不称赞我们的时候 甚至反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很生气就说 我不要了 那么我想这是一场考验 这就是耶路撒冷之理 耶稣要告诉我们的 他要一个真正的门徒 是遭到拒绝 是遭到拒绝 藐视 不友善的时候 仍然坚持 事奉和跟随耶稣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事件 9章61到62节 第9章61到62节 又有一个个案 又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 又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 主啊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耶稣说 守抚这里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9章61到62节 这是第二个个案 第二个个案 这个人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 这一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这个人说 主啊我要跟从你 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这句话是出自当年 以利亚呼召以利沙跟随她的时候 以利亚跟以利沙说的话 可见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对旧约圣经很熟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事件 旧约的事件 当年以利亚要叫以利沙出来 做他的门徒时候 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 请你来跟从我 然后以利沙是这样回答的 以利沙回答以利亚说 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结果呢 以利亚的答案是什么 以利亚说 可以你回去跟家人道别吧 列王记上19章20 21节 记载了这件事情 所以以利沙就向家人告别 用今天的话 她就开 Fairway Party 她跟她的父母道别 跟她的村庄道别 如果你去看圣经 她真的开了一个 很好的Fairway Party 然后 哇 这些的人就祝福以利沙 以利沙就说 Bye Bye I kiss you goodbye 她就跟以利沙了 哇 你看 So grand So what is the expectant answer The expectant answer is 耶稣应该这样说 好吧 你回去吧 去办Fairway Party 然后跟从我 是吗 No 耶稣说 守抚这里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耶稣不准 所以我相信这个人 一定下了一条 他有一点要试试耶稣 因为他知道 The standard answer should be Yes I allow you to go back and have a farewell party And then you come and follow me But Jesus said No way 所以我相信这个人 会 真的停在那里 他会下了一条 他会想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他给的答案 这样不一样 那么 耶稣这样回答 路加要带出什么信息 几个信息 第一 路加要告诉我们 耶稣的呼召 是比以利亚的呼召 还更加伟大和重要 以利亚 不会伟大和重要过耶稣的 耶稣的一个呼召 是ultimate calling 是一个很彻底的 要人放下一切 不要再有后面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很彻底的 an ultimate calling the highest calling much more higher than Elijah 这是路加要讲的第一个信息 耶稣的呼召 是特别的 第二 当耶稣的呼召 临到人的时候 或者说 当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人只能 被动的顺服 还有 专心 跟耶稣走 不要再想别的 No more for other's agenda Please put down If Jesus is not your only Jesus is not your God 我想这是路加 一直要强调的 第三 不要以为跟随耶稣 是一件很romance的事情 romantic 开会儿 party OK Everybody bless you Let's go No 耶稣说 你要跟从我 前面的路 是很痛苦 很崎岖的 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的 没有时间给你romance 没有时间给你 higher fire party Now is the time Follow me The urgency is there 所以我想路加要带出这个信息 请问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跟耶稣谈条件 耶稣啊我会跟你 等我O level考得更好 A level考得更好 大学成绩更好 工作很顺利 我就跟你 你等我 是这样吗 This is our female nature 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合情合理 对吗 对嘛 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好跟耶稣 这样我们还说 如果我书读得也好 我就 glorify God 这个是骗人的话 很多父母亲 常常跟我说 牧师跟我孩子祷告 给他考很好 我说为什么 这样他考得好 他荣耀神 我会问他 是荣耀你还是荣耀神 Sometimes we hide ourselves behind the sin 我们把什么圣经的话 神搬出来 其实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 私欲来的 Are you ready to follow Jesus 你真的甘愿被动顺服 你真的觉得耶稣的呼召 是highest and ultimate 你真的觉得跟随耶稣 是困难和崎岖的吗 还是你以为你带着很多你的dreams 你要跟随耶稣 耶稣看穿这一些 说no 好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九章 五十九跟六十节 五十九跟六十节 为什么把五十九和六十节 放在最后 因为这个是耶稣自己主动 跟另外一个人说 刚才那两个个案 是人来找耶稣 现在这个是耶稣 去对一个人说 你跟从我吧 那个人就说 主啊 请你引准 我先回去 安葬我的父亲吧 合不合理 他不是开fail party 他的爸爸去世 他要去葬他 a funeral service 为什么不 我不是要去享受 我不是要fail party 我现在是父亲去世 我要去葬他 所以what's the expected answer 耶稣说 You are such a fearless son Carry on and do all this and follow me 你真孝顺 办好这一切 跟从我 爸爸很重要 是吗 耶稣说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 哇 我跟你讲 这个答案一出来 那个人我看 Stan 他不会讲话了 什么意思 没有听过 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是华笑生 如果你听得懂这一句话 表示你有一定的年龄背景 我是读华笑的 所以我以前刚信主 我看这一段经文 我很讨厌基督教 我觉得基督教 没有failer piety 没有尊敬孝道 跟我们儒家思想 完全违背 哪里可以信耶稣 所以我死都不要信耶稣 因为这段圣经 然后 然后 朋友一直叫 好了 就去教会 去教会 我就去问他的pastor 问他的reverent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看着我说 I think it's okay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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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Pray that God God guide you and give you wisdom 我不可以满足 我觉得 一直什么都讲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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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How to explain Tell me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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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God you open your heart That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所以我对教会 很不爽快 当然以后 信主慢慢 我明白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耶稣真的这样无情吗 耶稣真的不要让这个人 去埋葬他的父亲吗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那你要了解这段圣经 那个人说 让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你就要明白 Asian Middle East 就是古代晋东 他们的藏俗 好 古代晋东的人 他们死了之后 圣经你应该看过 他们和列祖同睡 对吗 They want to bury it with their ancestors 他们要和他们的祖宗 一起埋葬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人死之后 他死了 就埋葬他 这是 first barrier 就埋葬他 但是我跟你讲嘛 他还有second barrier 为什么 他要等到慢慢他的尸体腐烂之后 化为白骨之后 他家人就会拿出他的骨灰或者骨头来 把他的骨头跟他的 ancestor的骨头放在一起 这个叫做second barrier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个埋葬我的父亲是指second barrier 第二次埋葬 第二次埋葬大概是半年到两年不等的时间 也就是说 意思是说 他告诉耶稣 我会跟你 你给我半年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等这个second barrier 第二次埋葬完成后 我一定跟你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 什么意思 second barrier的事情 这段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神的国 要去传福音 那个urgency 那个迫切性 那个需要 我不等了 没得等 神国的福音 随时都要努力传扬 要跟随耶稣 要侍奉 不是要等什么什么什么条件 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说的 我们常跟上帝说 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侍奉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我就来教主书学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我就能够做这个事情 传扬神的福音 传扬神的国 不是我们的timetable 如果每一样事情 都在我们计划的里面 我们还需要谈跟从耶稣吗 到底是耶稣跟我们 还是我们跟耶稣 弟兄姐妹我们想过吗 我们如果觉得什么东西 我们都跟耶稣谈条件 如果有这样我就这样 如果有那样我就那样 那么请问 是耶稣跟你 还是你跟耶稣 这个人 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 基督教不是不讲伦理道德 各位不要误会 各位明白这个背景之后 就知道耶稣 或者路加福音要讲的意思是说 神国的福音的传扬性 那个的时间表等等 不应该是由我们定的 活人需要福音 比死人需要福音 更加迫切 Second barrier 可以让别人去做的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个重点是什么 神国优先 刻不容缓 活人对比死人 对福音是更迫切的 所以你要马上来跟从我 去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三问三答 真的很能够帮助我们 你发现这三问三答里面 很多时候这些人 对跟耶稣讲的话 都是常理 对吗 又合情又合理 对吗 是不是 很合常理的 要去第二次埋葬 合情吗 合理 当然合理 耶稣啊 我去跟家人告别 合情合理吗 又合情又合理 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话 不是这样的 跟随耶稣不是这样的 The radical Jesus He wants to call the radical one 愿意跟随的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 其实路加就要告诉我们 通过耶路撒冷之礼 耶稣去耶路撒冷最后一趟 去送死 不合情不合理的 什么叫合情合理 不要去送死 门徒说耶稣不要去 你去报死 你傻的 想别的办法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别的办法 Alternative Alternative way Find alternative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 路不只有一条 而是耶稣 他是一个门徒 他是耶稣 他是上帝的 Ultimate disciple 他是上帝的 终极的门徒 为什么 因为他违背常理 如果根据常理 他应该不要去路撒冷 他跑掉 或者他去做一个神迹 把罗马帝国消灭掉 就赢了 又何必这样产 上什么十字架 但是 No 他就是一个门徒 他定义 他违背常理 他顺服 他彻底 这才叫做门徒 第二 耶稣是上帝的终极门徒 他定义 Focus 他委身 他排除万难 今天我们侍奉 一条一点事情 我们很灰心 人之常情 但是这表示 我们不够Focus 我们没有专注在耶稣身上 今天我们做门徒 要看着耶稣 耶稣受到那么多委屈 没有掌声 还有巴掌声 人还给他一巴掌 他还是继续做门徒 耶稣是我们门徒的榜样 我想这是路加要带出的信息 耶路撒冷之旅 就是一场门徒之旅 路加通过耶稣上耶路撒冷 要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如果今天要跟随耶稣 要做门徒 请你不断看着耶稣 他招人家拒绝 他招人家误会 他招人家取笑 他招人家藐视等等 可是你看 He is always the focus one 他永远把眼睛 定睛在天父上帝 要他做的事情 但愿今天路加这个信息 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再一次跟随耶稣 做门徒 阿们 更像我认主 永远像我主 更有主温和 更有主轻弱 更尊重为大 更隐藏我自己 更分辨为圣传尊心善之意 接受我心 接受我心 我愿淡淡殊足足 接受我心 愿完全属我主 使我捷径 主啊我尽恳求 喜经报受我 我永远全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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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十字架 更尊心善之意 更尊心善之意 终于基督的国 更引领罪人 在主台前伏伏 接受我心 我愿淡淡殊足足 接受我心 愿完全属我主 使我捷径 主啊我尽恳求 喜经报受我 我永远全属你 更向我恩主 更为主而活 更充满主爱 表现主容美 更愿舍自己 向我主宰世界 更向我恩主 直到见主容美 接受我心 我愿淡淡殊足足 接受我心 愿完全属我主 使我捷径 使我捷径 因为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他 打电话来向我询问 那中弟兄 他是在上个星期四 就是11月12号 在医院动手术 当他动完手术后的 第三天 也就是星期六 我就去医院去探望他 那感谢主 他的手术一切都很顺利 他精神的状态 他也在11月16日 也就是在刚过去的周一 他已经出院 那么他现在在家里来疗养 那中弟兄 他也很谢谢弟兄姐妹们 对他的关心 也带导 那我想请大家 为他能够早智的康复 在祷告中继续的来纪念他 那另外 我们在12月6日的 这个尸体崇拜的 这个报名人数 已经有99位 所以只剩下一个空位 那么有关这次的 这个崇拜方式 我们会安排 现场的讲道 和举行这个圣参 那唱诗的部分 这会继续的 以目前播放视频的方式 来进行 那好在我们 为领受这个祝福之前 我们大家一起的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 在你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你 我们也谢谢你 透过杨牧师今天的信息 来提醒我们这些 做你门铺的 要学习你的榜样 愿意付出代价 并要以一颗 酸衣的心来跟随你 以及实时懂得定睛 来仰望你 亲爱的恩主 我们这个时候 也要在达告中 再次的来纪念 我们的弟兄 钟台生 谢谢你看顾保守他 这次的手术 一切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而且这个手术也成功 我们为他来向你感恩 也为他来向你来求恩 我们恳求你 让他在家的这个 疗养期间 能够继续得到你的健库 他的身体 也能够早日的康复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们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得来领受祝福 担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来唱阿们颜颜 阿们 阿们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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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阿-阿-阿们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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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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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superintendent 阿-阿 strength close to G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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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